好了,下面我们说哈宾条件,你们条件是几个? 为了这个条件,哈宾这个条件,哇,这两个条件有区别吗? 有点区别啊? 好了,说一说,说一说,哈宾条件是对这个表里边,就是从表里边一条件的搜索 哦不,维尔条件 维尔条件是对表里面要求收索 哈宾条件是在结果机中进行收索 哈宾是在结果机中进行收索 维尔是在表里面进行收索 哈宾是在结果机中进行收索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表里面进行收索 这叫什么 维尔在这个表里面进行收索 但是数字完了是不是有结果机 数字完了是不是你看到一个结果机 你比如说,这是我的表 但是当我这么写啊,说select select 信号from from stu 然后是where stu sex 等于一个 比如女 你看啊,这是我的表 这是原来的表啊 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结果机 那么在这里边一条一条一条访问 一条一条访问 那么这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维尔 维尔条件 哈宾是在什么 在这个技术啊,在这个技术之上 再次进行 在结果机的技术之上 进行,继续进行调解查询 继续进行调解查询 好,那么现在我写一个 写一道理题啊 哈宾 这个是在哪儿呢 在结果机上 在结果机上 进行调,进行这个调解订选 啊,进行调解订选 那么下面呢,我这么来写啊 说是 select 轻号from STU where STU where STU sex 等于 女 哎,这个结果可以吗 可以的 哎,不好 是 这个 查询 性别 是女的 查询女生 然后呢 我用另外一种方法 你看,看我来写啊 这where 我写一个 哈比,行不行 你看啊 这 怎么写出第一个啊 写出第一个 这样吧,我有关职计监谷你看吧 监谷一样不一样 一样 监谷一样啊 哈宾也是导上一个比较看好 好了 我说要说这个原理是什么啊 原理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第一个啊 他是 就是 请问是女吗 不是,不要 女吗 不是,不要 女吗 好,要了 就是 从这个表中 从这个表中 一条一条塞线 塞线的这个结果 要哈宾怎么啊 哈宾第一 他做了两目 他做了两目 第一个是谁来的小朋友表明 把这里边的所有的全部走过来 把这里边的记录全部走过来以后 然后在这个记录机里边 再次进行塞线 听明白是吧 好 好 下面我再说一个结果 再说一个 说 select stu name stu name from stu where stu6 等于 诶 几个人 能不能跳过来 stu name 能不能跳过来 是不是 是 查询女生 姓名 好了 我们看 再改一下 维尔行不行 哈宾行不行 行不行 啊 可以吧 可不可以 不行啊 看好了 走 我说 我说 我说啊 好 现在我来问你 他为什么说这样 来 第一个是 威尔行的时候到哪儿走 威尔行的时候到表里走 表里边有圣子吗 有 表里边 圣子等于女的 圣子等于女的内幕 圣子等于女的是不是第一个 圣子等于女的内幕是不是走 这个怎么办 这个是 slack的信号 from stu 他的结果机里面只有什么 他的结果机里面只有内幕 你结果机里面只有内幕 你怎么来找到sex啊 哦 这么个意思 摩尔查完他来查 是不是 哈利咱们是到哪儿去找的 结果机中去找的 到结果机中去找的 啊 啊 你slack的材料 你查完结果是什么 你查完结果是内幕 他的内幕里面 他问你说sex等于女的 男性等于女的里面 没有啊 没有啊 虽然没错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 结果机中 没有 没有 stu sex 次段 好 下面我小解一下 小解一下 尾尔和哈利尔和哈利尔的区别 尾尔是对原始数据 就是对原始数据 就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 哈利尔是对 记录机进行筛选 啊 尾尔是对 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 啊 原始数据进行筛选 而哈利尔是对记录机进行筛选 哈利尔条件 哈利尔也跟着这个条件啊 把这个理解一下 哎 因为这个标里边 这个标里边 这个标里边肯定是有女 没错的 但是我这个 谁来的信号 这个所有之段 所有之段 人们肯定有sex啊 所以这是对的 这就错了 啊 这就错了 好 好